蛋仔皮肤有外号就算了,蛋仔主播有外号也算了,为什么就连蛋仔里面的爱比都有外号了? 咱们蛋仔玩家到底还有什么干不出来呀?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蛋仔里的各种外号,会不会有你不知道的呢? 首先是蛋仔皮肤的外号,第一个,东东阳,作为蛋仔人气最高的皮肤之一,肯定是有着过人之处 它的外号想必99%的蛋仔都知道,那就是蛋仔腿膜 其实东东阳还有一个只有少数蛋仔才知道的外号,叫做东日老娘们儿 第二个,淘气丸子,它的外号想必所有蛋都知道,因为穿着一身标准的JK制服,所以叫做JK妹或者机块妹 还因为JK妹前妻是无敌的这句话,被众多蛋仔叫做铁头娃 还有最后一个外号叫做素质大师,这个外号完全就是因为玩家们的恶搞产生的 第三个,李建勋,这个皮肤的长相实在是一言难尽呀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,给他现场起一个外号 相信80%的蛋仔想到的第一个外号都是红头苍蝇,没办法,实在是太像了 接下来是主播的外号,第一位主播,奶酪 因为他名字里的第一个字是奶,所以大家都叫他奶奶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傻蛋子,这个外号是因为他长着一双智慧的眼神 虽然叫他这个外号的人并不多,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位主播,孤梦老总,外号大蛋子小黑子 蛋饭子的外号是因为他带着蛋仔里著名的装扮 蛋饭子眼罩,小黑子是因为 最后就是神奇爱比的外号 第一个爱比,米娅 米娅的外号非常的多 有叫他小米的,有叫他小耗子的 甚至还有叫他黄鼠狼的 不得不说啊,这米娅到底是个什么物种呀 第二个,惊雷 咱就是说叫雷精不行吗 非要叫惊雷,那我们就不得不 惊雷,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子金锤子电 第三个爱比,火辣鸡 这个真的不能怪玩家 是更衣大的自己给人家起了一个垃圾名字 所以蛋仔们就只能被迫也叫他垃圾 第四个,引火窝 他的外号叫做小窝 穿过海绵宝宝的蛋仔,应该都知道是为什么吧 大家还知道哪些皮肤,主播,还有爱比的外号呢 快分享一下吧 nice